不愧是赵虎四的兄弟 那杀人就像杀个小军 唐立强杀完人还很兴奋 张军看到唐立强 张军是啥人 如果外界因素给他一个刺激 那张军比那个人还猛 张军讲 啪 谁来 打死你 比给那个儿子斩鼠 给他叫嚣 就两个人给他叫嚣 就像那个张飞给长腕坡 是给对面人吓不个打 你就咱说 军阳大哥都见到诗广 杜海明大哥 那见到诗广的人 给军阳大哥这个视觉冲击 军阳大哥腿都暖了 军阳大哥刚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说我擦这帮鼻牙的 真那么狠 你看别人杀人都后悔 他们杀人好像他们很兴奋 好像做了个好事似的 杜海明讲话 当年得回啊 我跟他们交朋友啊 我这是跟他们叫板 直接到根 整不好我就死了 脑袋打爆了 老铁 元旦一瞅 包括藏主 他们一看啊 那傻瓜给他扒一手表呢 平常你看伦导他抢 张军他们在福果他们抢 他一看那大哥带个金表 这傻瓜绝屁股 给他压赞人表链呢啊 张军一瞅 干啥呢 傻瓜讲话 这 赞表呢 你看都像混战会的老铁啊 人是有底线 张军你看他欺负抢这些老板 那都是活物 说白了啊 那那要是发死人才连尸体上的东西都抢的话 那就违背了一些人的伦伦到底跟底线的 张军讲话呢 他妈你牛逼我抢你 你牛逼你抢我 你他妈抢尸体的死人都你都抢啊 胖又给一勺子 傻话 干啥啊 元旦讲话 行了 这他妈抢死人钱 讲话呢 这厉害疯能干什么 这事得 差了何的 一般人干不出来 元旦讲快快快快 这他妈杀人了 这这赶紧撤 元旦是不想让唐立强杀人 也没想到唐立强敢打 也没想到唐立强能把人杀了 大伙赶紧就跑吧 这把人杀了 毕竟啊 他们就跑了 一行人啊 那老铁 俊英跟当时的这个杜海明也下完了 四面就 哎就各跑各地了 人就散 那你说这个事这么多人看见 能保住秘密吗 保不住啊 都知道焦严男的团伙把人给干死了 那就在当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的时候 这是十点钟出的事吗 十一点半左右 老铁啊 在当时 哪呢 在当时人说了 道理区分局 局长的办公室里 啊 一个当时第五五十多岁的 啊 将近六十岁左右的啊 这就就就马上就退了 啊 应该六十左右上下了啊 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者 啊 哎 他姓默 道理区这个局长就说了 说那个 默局长啊 谁啊 他就是死者的老丈 啊 这玩意儿叫老丈吗 对 叫老丈 包括死者的媳妇 啊 也就是这个 韩伟东的媳妇 啊 都在那屋呢 啊 爹 伟东死了 啊 谁啊 我感到爹 你姑娘 住这个头啊 老铁这么说吧 老头都激动了 眼睛都吼了 因为默青山吧 作为道理区的副局长 默青山已经马上就就退休了 而且默青山 平稳过度不说 一个姑娘啊 这个姑娘拿着当儿子看的 拿拿拿拿拿这个 拿那个 那个韩伟东啊 而且老头跟韩伟东的感情也很深 就是半个儿子 默青山一瞅 那已经改楼下就看完尸体了 都没人揉着脑袋抱 坐这个老头瞅瞅 这个 我不管啊 对方什么人 啊 什么背景 杀人偿命 钱贷还钱 必须 把这个犯罪团伙 给我绳之以防 人家对面也都跟他讲了 案情通报了啊 说大概是因为什么什么事 就是这时候 局长就说了 说你放心 啊 这个 默局长 这个 这个事啊 韩 韩伟平 因为韩伟平的事 韩伟东死的都说了啊 说你放心局长 啊 你放心局长 这个事 我打宝票 我不管他是哪个团伙啊 一定将他绳之于法 你放心 行 啊 我听说刚才说的怎么那时候 有个叫什么交援男的啊 还有叫什么张军的啊 还有还有谁团伙 好几个团伙 说好像据我们所知啊 还有一个叫这个啊 杜海明的可能也参与了啊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审 啊 你放心 今天晚上我们连夜就组织抓捕 行 啊 明天你向我这个单独啊 汇报一下 你放心吧 放心吧 话不多说 接来顺便 人家这个 人家俩就走了 那老铁 就在当天晚上 原南他们回去之后 那咱们书东减短 原南进屋之后 瞅瞅唐立强 说立强啊 你不应该打死他 我觉得这小子吧 他不应该死 而且他挺有那股傲骨的劲的 唐立强假话了 大哥 这毕竟他妈就欠死 欠赏 而且他叫嚣 能怪他吗 啊 原南假话呢 赶紧收拾东西 咱赶紧撤 不能打这个啊 那打死这么大个人物 老铁 那毕竟你拿 说咱们先走啊 他们当年在哪 在这个哈尔滨的动力区 租了个房子 挺偏僻的 说让那个小双 说小双 你出去打 打听一下吧 这个消息怎么回事 看看这事能不能摆 哎 刘苏尔这时候咱说了 就奉命去打 他们也很快都藏起来了 但是当天晚上啊 跑路了 在哈尔滨滨王园走 当天晚上 俊英大哥 还有杜海明全被抓了 那都在自己家中被抓 有人说俊英不挺牛逼的吗 你听我说 审问俊英大哥 这个内容是这样 那个 姓杨 啥啥啥 我就俊英 阿瑟瞅瞅他 不管你俊英俊武俊六的啊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事可严重了 你为什么去参与这场事 而且啊 群架不说这里面死人了 军阳南在哪 你在里面起了什么样作用 俊英大哥咱说百道厉害 俊英大哥你关门罪 狂 俊英大哥算老刘马上瞅瞅他 俊英大哥讲话 咋的 俊英南他们团伙打死 跟我啥关系 那你为什么出现在这个犯罪现场 我跟俊英南认识 他打电话 他说有活 我去有办公忙 我去干点活 那道江边 我去台沙水泥呢 结果到那 他把人打死了 跟我有啥关系 咋的 想揍我呀 动手啊 吹牛逼你动下试试 我不吹牛逼 变成你们局长了 你们市局里这个局长 副局长在我面 不也得跟我客客气气的吗 咋的不信呢 不信我打电话给你们局长 也就是说 俊英大哥本身有实力 而且俊英大哥 也没参与这个杀人 他只是去了 那老铁 阿斯拿他没招 去说假话 说你能关过几个小时 我他妈也没犯法 别跟我灯喝的 别这么吵我 咋的 吵啥 你上班 你试个那啥 你下班试个啥呀 脱了衣服 他出去注意点 别急不走哪壶 腿还打蛇 有时这么狂啊 九几年就这么狂 现在你看谁敢跟阿斯拿喝 你一个眼神 他对面 路上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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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典故 你过去 你去指你鼻子 我这么一说 你们懂我 你们懂什么 叫路上呗 就过去指你鼻子 我说你下班 你注意点 我跟你说 那大流氓 军阳呢 当时都顶过阿斯这个所长 大流氓就敢指你鼻子 就骂你 你没咋 那审问杜海明的人 那就更有意思了 说杜海明 杜海明在哪 杜海明在哪 你怎么跟杜海明一个团伙 你这是把人打死了 知道吗 杜海明一听 杜海明是老流氓 说杜海明干的 我不知道 再说我跟杜海明也不好 我俩还有仇呢 我是听着那个 那个 这个这个 韩伟东他妈打仗 要跟杜海明 我是帮韩伟东忙 我去看了咋个字 我想劝架 结果那妈的 韩伟东被打死了 怎么的 你帮韩伟东的忙 据我所知 你是帮杜海明那个团伙 我帮什么杜海明 你可以查查 我跟杜海明还干过仗 我是帮韩伟东 我去劝架去 结果韩伟东被打死了 跟我啥关系 你们抓杜海明呗 那老铁 杜海明有点人脉 而且人家说的也事实 他跟杜海明也打过仗 你可以去查去吗 有的那你把杜海明抓我干啥 老铁就这个事 咋就觉得老蹊跷了 你听啊 把这两个老大哥 老流氓的 长进去还没几个招 人家也都不敢上行啊 也审不出来啥 当天晚上他俩就被放了 说啊 说随时随地通知你们 想抓你们的时候 你们得出来啊 想想你们配合 你们得来 人家俩大哥就基本走了 那老铁 到抓杜海明那个团伙的时候 在交代所呢 就补着个口 那就不用问了 那咱们说 谁呢 小霜刘霜 刘霜就来到哪里 来到外面 这打电话 当天晚上 这都是当天晚上的事啊 晚上几点 晚上第五 什么十二点多 快一点 刘霜把电话打给谁了 就打给当时时光 市局长 市局长这事就快提了 哎 啊 双啊 几点了 市局 我跟你这个 说个事 你看看 这个点 我急事 急事不上二点插楼了 你说吧 咋的了 市局 那个是个 光哥 我 我我我我 我是这么回事 我我我南哥他们 把人又给打死了 因为 因为什么 又打死人了 不是你们这几个礼拜 不杀生都不行啊 又把谁打死了 这回有点麻烦 这回把这个道理区的 听说什么是一个副局长的 巫女给打死了 啊 哎呀 我去 这 我南哥他们现在呀 都都都都藏起来 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光哥你看能不能给摆一摆 问问咋个事 打听打听 行了 我给你问问吧 啊 这事我也不保证能办 电话把灯一料 时光就打给当时道理区这个局长 他俩人听及关系都不错 谈话的内容是这样的 哎 啊 哥们 我时光 啊 老实啊 什么事啊 行我问一下 啊 说 有一个事啊 电话是这么 说我问一下 说咱们呢 说咱们咋的 说是这个 道理区这个 啊 接了一个案子 说咋的把人给打死了 说他老丈人说挺牛逼的 啊 你说的是这个交易男团伙 把人给打没了这个事吧 啊 对对对对对 你这是帮谁问的啊 啊 时光啊 我一个哥们啊 朋友托我问问 时光啊 我劝你啊 你别往这里参与 怎么的呢 因为啊 道理区的这个副区岛 墨青山 啊 人家姑娘 那老墨杀人呢 手可通天 上能到上 上到这个市里面啊 那再往省里面反映一些什么会啥的 巴巴巴的 我跟你说 就这个事啊 可不是说咱们能办的 你听我的 你不要在这里参与 我听说你都快提了 啊 眼瞅着就要当市局副局长了 你将来都得是我领导 你可别别糊涂啊 时光一听啊 那我知道了 可别猜这事 墨区长刚从我这走 人都鸡了 杀人偿命 行 那我知道了 好嘞 人家时光那边就没给开口 根本就跟钱都没关系了 老铁 人家是要钱有钱还当官 那老铁 这时候这个事啊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 俯四哥 啊 赵俯四俯四才知道 海涛跟他说憋不住了 那找救出来啊 使光上告小庄呢 说这个事我也办不了 哎 你们想想别办法吧 最好别让越南他们被抓着 你大哥被抓着 这个事啊就废了 小庄也没找了 跟越南讲话 说他哥呀 办不了 不是钱的事 等第二天的下午 越南也抽过枪 这时候啊 谁呢 海涛偷偷的就给赵俯四打电话了 四哥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对 我们都在东立区呢 租住这房子 不敢回去了 现在他把这把人给干销户了 啊 而且对面还挺有挺有这个权 人家老战是他妈夫妻了 早跟我说呀 二十分钟之后 俯四哥到了 啊 俯四哥一人进屋里 越南他们都挺愁的 那你想想 这大屋小屋的一帮人 你不能出去露面去 还不能他妈 有人说那跑路呗 你跑路呗 你哈尔滨的这些名名产业 什么啥都没 俯四哥一进屋车 越南 越南 早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啊 这点事怎么不跟我说呢 四哥 没心思说的 跟你说的事 现在吧 这事挺麻烦 麻烦在哪呢 对面老沙尔是什么副局长 叫上把子的 可能整不好 省市里 省市里就更麻烦了 我有一招 你看看行不行 越南你们听一听 远南一听 包括张军一瞅 你有招四哥 你说我听听 否则四哥点话 这事不就插在 那个姓墨的这个 墨青山副局长 就插他身上 他老张上身上 老墨头身上的呗 对呀 就他现在要这不放啊 这么的 找着他 看他在哪住 打听出来 他要是基本追究 咱就干死他 他不追究拉倒 干死他 你看行不行 我这招 张军讲话 挺扯淡 他还有媳妇呢 你把老头干死 沿着这个 韩卫东 还有媳妇呢 还有媳妇 媳妇呢 咱也干死他 还有儿子呢 儿子咱也干死他 这招行不行 大伙瞅瞅四哥呀 袁南讲话呢 不行啊四哥 你这招不行啊 也念他妈区长 被干死了 媳妇在被干死 儿子被干死 满门 这他妈事本来 现在没那么大 你整到他妈省里去 都得 整到公安部去 都得通缉咱们 都得跑路 跑拉萨都给你抓回来 你这干死 他不是普通人啊 那他副虚长 不行吗 这招 我认为这招行啊 我认为这招 唐里祥瞅瞅瞅 我感觉也行 袁南讲话 拉就把这招不行 张军讲话 我感觉这招也不告诉 服务馆汉强也没同意 所以拉倒吧 本来现在就挺难 服务馆讲 那我再想想别的招啊 我没啥好招 我就感觉这招能行 那老铁 当他们给他想招的时候 服务馆哥就得一招 他没结巴别的招 老铁我告诉你啊 咋的 白道 不收钱 没人敢接这个活 服务馆哥这招还不行 黑白两道你就走不了 那这时候 包括张军 还有袁南的家属 就是交电发 包括张军他妈 人家阿斯都让他家反复做工作了 说你儿子啊 因为啥事 人民案赶紧让他去自首去 重新官大处理 你儿子据说好像不是打人的那个人 打人那个人叫唐立强 你张军你为啥人 你自首吧 袁南他爸 交电发 家里面都有阿斯蹲坑了 开始就蹲他们 那老铁一直从这个1994年的11月中旬蹲到1994年的12月初 知道吧 一直蹲到12月初 这一天 啊 老铁啊 谁呢 隔三叉五这个莫区长就上这个道理区的局长啊 办公室就就就太抓住抓没抓住人的 他得问呢 这一天莫区人又来 啊 到道理区这个局长那个办公室 说这个这个案子啥时候能破啥时候能抓到这个人的 那个莫区长 人不好抓呀 他们这伙人呢 越查人越多 他不只一指人命的 啊 很多人命的 他这人命是没有个他妈六七起 而且听说好像他跟那个道理区那个大魔头叫这个啊 赵府寺的他们还交叉作案 现在不好抓这些人呢 啊 跟赵府寺 那老爷到道理区都知道 说跟赵府寺团队还有瓜哥 但你放心领导啊 我在这个 哎 一个月之内我只能将他们绳之于法 行 快点吧 这边老头走了 老头走了顺便啊 刚到家 家里来的贵客 谁呢 不是别人 死的这个叫韩魏东的 还记得惹事那个人不叫韩魏平吗 韩魏东的哥哥 韩魏东的这个哥哥 老体啊 带着伤 让小弟推着他轮椅 上老头这来了 也就上到弟弟的老丈人家来了 啊 老头自己家姑娘已经当宝宝 宝宝宝宝的抱小孩 小孩那个人可能也就是七八岁吧 就来了 你来干啥的呢 啊 叔啊 我先来我跟你说一声 我弟弟就死了 这事咱别追究了 认了得了 人 我姑呀 我姑娘的老头死了 我一个区长 我认了这事 我不 叔你听我说 那是我亲弟弟 我能多心疼吗 但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叫张军的交员男的 他们这帮杀人大魔王啊 他们一个团伙里面十多个 再加上有个赵府寺的跟他们交叉作案 那赵府寺宰 那个那个故乡 那一进故乡就挨枪 多大大哥都白扯 这团伙加在一起 我也打去了 人命地有十多个 你说抓他们 很难被一网打尽 你看为啥说讲喝酒 原来这个团伙 哎 今天没有赵府寺 明天没有海涛 不再一起去 府寺经常说 说我如果被被被抓了 被咳了啊 海涛啊 谁他妈抓的我 你把他家属强给我灭门 这都交代好了 那你说呢 熟啊 我弟弟没了 我弟弟骨血 那儿子赶上活着 还有我弟弟七媳 包括老爷子你 这么大岁上 你说你因为这个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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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念源是我惹的祸 但是我弟弟没了 我也想好好的 老爷子 关键我希望你好好的 平稳退休 包括这个地位 关键我弟弟的孩子还小 那帮人如果路往一鹤 我打听了 那他们真敢灭门呢 咱不能24小时找人保护咱们呀 老头这两天 也找了不少 啊 这说白了消息打听 老头这个心也心神不安的 就跟他跟他说 差不多啊 啊就跟他这个姑娘的哥哥 这个韩伟平说的差不多啊 说的老狠了呢 老头这时候有点坐不住了 这么说吧 三天之后 老头上道理区这个局长 这屋办公室已经 哎呀 去了 那个 老头三天没追好就 说这么的 这个案子我们不追了 那个教员男 那个 他们那个团伙把我棍打死 那个事啊 就这么地吧 哎 局长讲话不是 局长你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也打听了 这个团伙很难被一网打净 你能保证一网打净的吗 啊 你一网打不净 那上下的我这个啊 外孙子 还有我姑娘 还有我老伴 我们一大家子啊 还有残的残 伤的伤 你这帮人 你要是能一网打净行 你打不净的话 他不得造反我们吗 那都敢杀人这主 局长一听不是 局长 咱不能像恶势里的头啊 你们这妥协杀人案子 这市里面局里面 他还得问你这事 我也说的不算 那不是说不抓就不抓 市局那边我打招了 反正我们家呀 不能再死人了 认了 不是 这 局长 你想好 我想好了 设计哪个领导 我去打招去 不追求了 不让他们 后来我们了 这 他不追求 他没追求 眼睛是领导 眼睛大招 我们敢说 你们追求别的样子 是你的事 对于我的事 不追求了 这当时咱说 这给他 局长整懵逼了 那也扛不过眼睛家属 那啥意愿呢 包括上面领导 一大招 说完话 眼睛转身的老头就走了 听昌老的老头 你就走了 说你保证不了 一网打净 你就别扯着毒了 从这嘎厨去 老头就刺激的 开车直接告 上那个叫焦严男的家家 很快 焦严男家 给家了 外面来人了 一个小轿车 下了一个老领导 是焦严发家不 焦严发的媳妇讲话 你们找谁呀 是不是焦严男家 是不是焦严男家 是啊 你是老头穿小 假如一瞅就领导了 我是这个死者家属 我姓默 我是来找你们谈和解的事的 老头 当时一听谈和解的事 老头 只要再发也出来了 你这是这个 我是这个墨青山 死者的这个老丈 哎呀 哎呀 我去打 那个你看看这个赔偿啊 那个如果你要是能送门口 我们家那个赔偿 我这拿钱 一分钱不要 啥 我姑娘啊 千错万错 不该得罪你儿子呀 我今天来没别的事 我是跟你们道个歉 啊 这个我们家错了 啊 然后也不敢追究你们儿子的责任 你告诉你儿子 他们别找我们就行了 这个事咱就拉倒吧 至于别的事啊 谁找他我们就不管了 喂 我儿子团伙给你姑娘打死了 你来给我道歉 对 我们服了 我们怕了 我们错了 保证别干涉我们的生活就行了 我要退休了 我也想平稳落地 教练发讲话了 我擦他妈这不扯犊子你吗 人家死者家属 上我这道歉来来 这不整反盆了吗 教练发的没敢相信 这不对劲吧 这是不是要他们又迪深入 要抓我儿子呀 啊 一分钱也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啊 你告诉你儿子吧 啊 这别找我们就行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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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那边我打招呼了 啊 他们不抓你儿子了 人家走了 教练发脑脑脑的 老伴过来了 那头啊 这是好事 咱儿子这回能回 好个屁事啊 好事啊 真他们赔点钱 咱去道歉行 这就电话讲话了 这咱们咱儿子变成乔思了 这不哈尔滨第二个乔思吗 啊 欺男霸女杀人 他们偿命的东西 也你给咱道歉 不敢惹咱们来 咱儿子这回可没回头路了 区长 亲自上咱家来讲 来道歉来 这不扯毒的 这不就乔思了吗 乔思活的不就这样吗 睡衣媳妇老头还得过来 四哥你睡得得一二步 天天坐新郎 讲 乔电发一公脑的完了 儿子没有退路了 没退路了 他儿子变成第二个乔思了 老鸟 乔电发也爱他儿子不 绝对爱焦岩南 每个人的爱的方式不一样 他没差什么文化 就那出 就这样 老鸟啊 他们从这个十二月初 乔电发送给焦岩南的消息之后 焦岩南他们半个月都没赶回来 为啥 怕假消息又又补他们了 但后来赵福斯讲话 没几个事 估计就是怕了 盯着那个站前那个阿子都没人敢去 没几个事 肯定是怕了 啊 老鸟试探着慢慢回去以后 真没人抓他 没人抓了 那老鸟啊 后来他们公开出入就没人敢抓他们 不输啊 这个事啊 就是唯一一权团伙命案里面有一个受害人主动向他们道歉不追究 说到现在可能有人不相信 就那么大的压力 啊 眼睛天天睡不好觉了 这回眼睛睡着觉了 福斯讲话呢 你看 这我还没用上我那招呢 他们都下拉了 就我这招好使 张静一听 别说 真那么是福斯哥得走 这福 以后谁都要干咱们团伙 什么货不养及家人 只要是他爹干咱们 咱就干他儿子 他儿子干咱们 咱就干他儿媳妇 他儿媳妇干咱们 咱就干他孩子 这样干的话 他谁还干这咱们的团伙 哑不讲了 唐磊 唐磊讲话 对就这么干 从这一天 1994年跟1995年 这是一个交叉的节点 张静一南的团伙 再没有什么人性可言了 说白了 就从这时候 他就没啥底线了 只要是你干我 你家别有活口 我肯定干你家 后来 老且为什么远南一提 张静一南 哈尔滨的社会 也挺屈尼妈的 远南我就拉击不倒板 为什么就是帮帮 帮你两枪 连屁都不敢帮 就是从这个案子开始 那他们就用这招开始